上海疫情严峻 在昨天进行一轮全民检测之后 通报的染疫人数再创新高 新增确诊跟无症状是超过了1.3万例 也是首度破万 原本预定要在今天解封的普希 也跟其他的区域一样继续维持风控 而在严厉的防疫政策之下 也冒出了确诊儿童的收治争议 这只有家长痛批了 说一家人都确诊 却被分送到不同的隔离点 自己也因此被迫跟两岁的女儿分开隔离 而上海卫健委则是表明 说家长得要确诊 才能够陪同孩子一块隔离 病房内挤了好几张病床 因幼儿哭声 此起彼落 小部分一旁有家长安抚 但大多数都是孤零零 每大人陪 孩子不安 起身站在围栏边 隔壁病床一看 里头竟然挤了三位小婴儿 上海疫情严峻 染疫人数不断攀升 竟爆出确诊儿童 收治争议 有家长痛批 自己一家都确诊 却被分送不同隔离点 尤其是他必须被迫 和两岁女儿分开隔离 如果孩子他是小于七岁 比较小的这些孩子呢 我们是在公共卫生的中心 我们的公卫中心来进行治疗 上海卫健委事后表示 如果家长确诊 可以陪同孩子一起隔离 而当地媒体重回专门收治 确诊儿童的隔离医院 一探究竟 进入病区 有几名医护人员 在这里面交班 打听你摆了不少的病床 这片区域隔离的小朋友 基本都有大人陪同 又别于先前影片 病房内的哭声消失了 还有护士会陪孩子玩游戏 另一区婴儿逝离 更是照顾周全 媒体镜头下 看起来任何缺失都获得了改善 4号上海对全市约2500万人 进行一轮核酸检测 为了达到不漏一户 不拉一人 各社区城乡小镇大动员 你好 马上得出来了 好 社区大楼一层检测完 换下一层住户 下楼后按规划动线登记 采样 地上的点位都标得很清楚 每人间隔两米 然后一组一组下楼 我们一路下来 基本上碰不到其他人 我们目前是把非封控楼和封控楼 做了有效的区分 封控楼里面 我们是一身走到楼洞里面 然后一层一层的给居民做检测 一天之内采样完毕 已经是大工程 接下来考验上海的检测能力 除了原有实验室外 有检测机构在48小时内迅速搭建移动气膜实验室 今天我们接受到的任务是 从接样本到下机数据到完成报告的上存 在凌晨两点钟之前就要把它完成 在总量的话呢 也是达到十万滚 在全力检测下 4号上海一天新增确诊加无症状也创新高 达到一万三千三百五十四例 因此原定五号解封的浦溪 也跟其他区域一样继续封控 相较大陆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增长近日疫情渐趋缓缓 连三天新增确诊都维持在三千例左右 强制封区检测的阳性率也有所下降 确认数下降 但港府仍呼吁这假期间仍要坚守减少群聚 而本周五开始 香港要一连三天启动全民巨家快差 但有不少长者领导快篩季 不知道从何下手 不仅使用上出现困难 香港有传染病专家认为 这次快篩并非强制性 另外检测结果要上网登陆 如果一时间爆量系统也复合不了 这回香港全民快篩 恐怕难以达到失职效果 TVBS新闻综合报道